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这五种东西的人 邪淫会越来越重 一起来听 邪淫的危害之大不言而喻 不仅对自己的身体心理造成了严重的损害 是身心疲惫 精神颓废 不思进取 虚度人生的宝贵时光 还会对他人和社会带来极为恶劣的影响 直接影响到正常的夫妻情感 家庭和谐 也是造成社会不良风气的罪魁祸首 有邪淫恶习的人 自己的德行严重亏损 福报折损 凡事皆会不顺 佛教为人开示因果 邪淫之人将来必多恶道 且《邪淫言经》中告诉大家 淫心不除 沉不可出 如果不从根本上断除淫欲 修行悟道 也是不可能获得成就的 注定在六道中不断轮回 其实在我们的身边就有五样东西会增加我们的邪淫 宣化上人还曾专门为此开设讲座 以下是宣化上人的讲解 一切众生 食肝故生 食毒故死 食诸众生 求三摩地 当断世间 五种心菜 食五种心 熟食发淫 生蛋增惠 如是世界 食心之人 纵能宣说十二不经 食方天仙 贤其臭惠 贤皆远离 诸恶鬼等 因比十次 适其纯吻 常于鬼注 福得日消 常无利益 适时心人 修三摩地 菩萨 天仙 食方善神不来守护 当断世间五种心菜 应该首先除其注音 这个注音是什么呢 就断世间所有的这五种心菜 五种心菜就是葱 韭菜 蟹 蒜 星麴 蟹就是一种很大的头 有野生的 有家里生的 好像在美国吃的洋葱 那很大一个头都可以说是蟹 这是五种的心菜 心就是辣 这是第一个剑刺 除其注音 这五心就是借着造业的一个音 所以要先把它除去 是五种心 熟食发饮 生增草 葱 酒 蟹 蒜和星麴 这五种的心菜 如果你把它煮熟了吃 它就增加你的淫欲心 肉类也是 为什么修道的人不吃肉类 也就因为肉类帮助人的淫欲心 增加人的淫欲心 这五种心的东西 也是增加人的欲念 它不是增加正当的欲念 就增加这种淫欲的邪念头 吃五心的东西若多了 这淫欲快发狂的 男的也离不了女的 女的也离不了男的 就特别的有一种忍受不了的性质发生 这个会 你可也不要误解了它 这是称会的会 不是智慧的会 一样的音 可能有人会说 是不是增加智慧呀 不是的 增加你的愚痴 怎么叫增加你的愚痴呢 真的 增加你的脾气 就是增加你的愚痴 有智慧的人 不会发脾气的 发脾气的人 多数自己对视力分别不清 看事看不透了 发生一种障碍 没有法子解决 没有法子解决 要发脾气了 结果对于事情也没有帮助 所以 为什么会发慧 会有脾气大 就因为吃这种种的肉类 会增加你这种无名烦恼 吃五心也会增加你的脾气 增加你的无名烦恼 你吃的越多 脾气越大 大力魔王得其方便 你看 你读这个文就可以明白了 这个吃五心的人 他想修行定理的话 是哪一个人 哪一个吃 就是哪一个 你吃就是你 我吃就是我 这没有指定哪一个人 就是说 吃这种东西的人 你因为吃五心的关系 所以这所有一切的菩萨 所有一切的天仙 和十方 这一切护法的善神 都不来守护他 为什么呢 太臭了吗 护法善神都欢喜干净的 因为闲乎他这个气味 太臭了 所以就不来守护 为什么要护法善神守护你呢 就因为有正则没有邪 没有正也就有邪了 正就是护法善神 就是守护修道人的 现在天仙菩萨 十方护法善神 不来守护这个修道的人了 你说怎么样了 这大力魔王他就得变了 他就趁虚而入 怎么样呢 他一看 这个地方没有人 接近这个修道的人 哦 好了 他来了 他来 就把你搞得成他的眷属 大力就有大势力 这个魔王很有势力 你说他这个力量有多大 他变作一尊佛来跟你说法 所以我教你 将来 你事要是得了佛眼 有的时候会看见佛来了 菩萨来了 或者天仙来了 或者神来了 真正的佛 菩萨 天仙 鬼道都有光的 他这个光是清凉的 照到你身上 你觉得非常的自在 觉得再没有那么舒服了 要是魔呢 他光里头有一股热力 不过这个分析 要很有智慧 才能分析得出来 才能判断 魔和佛的这种光 你若没有智慧 你也不觉得 他那个热力是热 当然不像火那么热了 但是他里边有一种热的力量 这个大力魔王说什么法呢 你怎么能知道他是魔 怎么能知道他是佛呢 他们所说的法不同 他就专门破坏境界 专门不叫你守戒的 悔是悔报 非就说 不要持戒 持戒都是小成人持的嘛 大成人 杀即无杀 道即无道 银即无银 这没有关系的 你杀也是没有犯戒 道也没有犯戒 银也没有犯戒 根本就没有这些个东西 你不要拘止那个小戒 不要这么守这个细节 你犯也没关系 他这样讲 可是这个犯 在你没受戒之前 你所做一切的事情 不算犯戒的 你若受了这条戒 譬如你受了不杀生的戒 你要再杀生 这算犯戒 为什么呢 你明知故犯 你受了不偷盗的戒 你又去偷了 这是犯戒 你若不到 就不犯了 你受邪淫的戒 以前你做邪淫的事情 那不管的 因为那是过去的 不知者不做罪 你若受过戒之后再犯 那就是犯戒 不妄语 你没受戒以前 那根本也就谈不到什么 犯戒不犯戒 你随随便便乱讲可以 受过戒之后 就不可以乱讲的 什么事情 你知道就是知道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不可以知道 你说不知道 不知道 你又说知道 你不可以转弯墨角 讲话的 必须要执心事到场 有什么 说什么 这是受过戒的 然后才算饭 那么说 这么样子 我可以不受 就不犯了吧 因为你现在知道 受戒好 如果你再不受 那你又是当面错过 你不受戒 你对你自己 对佛法上 也没有进步的 一定循序渐进 若知道这是好 就应该受戒 受戒之后 要好好地守着戒 不要犯了 常与鬼住 福得日消 你能讲十二不经 你摘戒不清净 那些个 没有东西吃的恶鬼 因为讲经的这个人 吃完了五心 这鬼就来和你接吻了 比就是那个人 十次就吃完了 因为你吃完了 嘴唇都有这股 五心的气味 他欢喜这股气味 也想吃这种的气味 就来和你这吃五心的人 接吻来舔你的嘴唇 佛讲了 这鬼神是畜石 所以你这儿有一股气味 他就到那儿 猛处猛处的 左处右处 你看不见他 但是他是要这样子来做的 你看 你吃五心的东西 吃肉类 那鬼天天天天接近你 和你接吻 这样子 摘戒不清静 吃五心的人 常常地和鬼住在一起 自己还不知道 还看不见 他的福德 一天不易 天就消没有了 什么利也没有 十方天仙 贤其臭惠 贤皆远离 像这个世界吃五心 或者饮酒食肉的这种人 纵然他能宣说十二不经 这十方的天仙 贤乎这种的人不洁净 统统都远离这个人 所有讲经说法的人 如果你摘戒清静 不吃五心 不饮酒 不吃肉 这个时候 十方的天仙 都会来拥护着你 来常常守护着你 天仙看我们人间的人 本来就是臭惠不堪 为什么臭惠不堪 就因为吃五心 酒肉之类的 这身上就是有一股臭气 非常不洁净 西方的人 自己或者有的人会觉得 有的人不会觉得 西方的人因为 多数欢喜吃牛肉 欢喜吃洋葱 吃这些个东西 身上总有一股 好像很山的气味 在中国人里边 有的时候也有 这叫一股糊臭 有两个嘎吱窝底下 生出那一股臭气 有离这四五尺远 就可以闻得清清楚楚的 但是在中国人里边 这是很少的 十个人里头 都不一定有一个 在西方 叉不离人人都有 就因为牛肉吃的太多了 羊肉也吃的太多了 葱也吃太多了 所以养成有这样的气味 修行菩提道的人 一定不要吃着 葱 酒 蟹 蒜 和星渠 你若吃这些个东西 就会跑到魔王那里边去 不吃这些个东西 你就会到佛的眷属里边来 这是对修道的 第一种增进的修行剑刺 修行要除注音 什么是魔王的注音呢 就是这五星 你不要把它看得简单了 你因为有五星 就变成浑浊了 你就不清静了 不清静就和魔王眷属相合了 魔王的眷属就是不清静的 他是越不清静 他越欢喜 受魔福尽 躲无间欲吃五星的这一种人 因为天仙护法 菩萨善神都不保护他 所以大力的魔王就得了方便了 就变现一个佛的身体 来给他说魔的法 赞叹淫欲 赞叹称慧 赞叹愚痴 于是乎 这种的人受魔王的迷惑 就没有正知正见 没有真正的智慧了 他有什么呢 就有了邪知邪见 魔王说淫欲好 他也信了 这佛告诉我的吗 佛告诉我说 淫欲是没有关系 不要紧的 又说是烦恼也不要紧的 烦恼即菩提 这是佛告诉我的 本来是魔王给他说的法 他说是佛说的 这就叫认贼做子 认魔王做佛了 等他命中就死了 所以等他寿命尽了 在这世间上浮想尽了 就乖乖地跑到魔王那边去 做魔王的眷属了 为什么做魔王眷属 因为他在生 就相信魔王所说的法 就是存一种邪知邪见 魔王也有他的福报 等他受魔王的福报禁了 没有了 就要堕落到 无间地狱里头去 可能永远也出不来了 自古以来 因果报应深入人心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女主人公叫小林 她今年40岁 一事无成 至今单身 但是在亲戚朋友中 她一直被看不起 小林对这样的生活 只能忍受 而小林父亲 因为这件事性格大变 母亲也在相邻亲友间 抬不起头来 小林只能忍住悲痛 进行忏悔 时常感叹 为何会变成这样 小林从小就长得很漂亮 年轻的时候很像明星 但是性格比较单纯 在23岁那年遇到了初恋 因为已经发生了关系 就与初恋领了证 父母虽然不同意 但是拗不过生米煮成熟饭 就同意了这件事 并苦口婆心地劝说 她婚后两个人好好生活 而之后不到三年的时间 因为其他原因 小林和她离婚了 没有孩子 没有财产 分得很干净 28岁恢复单身 身心得到解脱和释放 此时的小林比婚内更漂亮了 她感叹道 事件还是如此 依旧可以肆意挥霍 但是她一直等啊 依旧没有等到那个对的人 当时小林很喜欢看书 尤其是关于男女双方关系的 如何搞定男人的相关内容 而书中鼓励大胆体验 而且还说这是如今的一种 现代生活方式 小林就被这一切深深地吸引着 这本书对于小林来说 就像是潘多拉魔盒 而她因为好奇以及孤独 就这样打开了 三年多的时间内 她先后与18个男人发生了关系 认为这样的生活模式很现代 于是她就一边放纵 一边寻找 但是也没有找到对的人 她遇到的男人不是结婚了 就是品德恶劣 后来随着年纪越来越大 她意识到 虽然放纵很容易 而对的人不曾出现 她开始慌了手脚 于是花大价钱 报了一个高端混解 小林当时心态着急 突然间遇到了一个条件不错的男人 就很快发生了关系 在相处过程中男人很冷漠 后来小林不幸怀孕 于是小林提出结婚 但男人不想负责 消失了 小林面对这样的情况 虽然害怕 但是最后还是选择了小产 她认为小产很普遍 看起来也很容易 大不了重新开始 于是小林抱着这样的想法 就去小产了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 小产之后 她的身体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时常头痛 记忆力衰退 身体四处漏风 吃了很多药 看了很多医生 也没有用 同时工作上也变动很大 从最初一份高薪又舒适的工作 跳槽到后来 辛苦钱少的公司 最重要的是 工作不管怎么努力 总是被领导同事看不起 欺负 那几年对于小林来说非常难熬 不仅工作上得不到认可 而且还有人当面挖苦等等 小林始终都想不通 为什么自己的日子会如此不顺利 后来她接触到佛学之后才明白 原来 邪淫的果报如此惨烈 她的一生始终相信 有一个男人一定是属于她的 也会在茫茫人海中寻找她 但是现实就像一见耳光 让小林和家人抬不起头来 她的母亲哭着求她 父亲整日冷脸相迎 因为那些无关紧要的性体验 以及内心无止境的贪欲 毁了小林的一生 这样的痛苦 是要小林用余生的日日夜夜 去偿还的 这究竟值得吗 二 邪淫的果报 其实提到邪淫可能很多人不解 难道是说禁欲主义 并不是 邪淫 所谓邪就是不正当 不符合法律道德规范的 对社会起到负面影响的男女关系 或念头行为 佛门五大戒律之中 明令禁止出家人乃至世间一切众生 生邪淫 动邪念 邪淫的果报太惨重了 比杀生的业果还要厉害 佛教常以万恶淫为首来说明 邪淫在诸多恶业中的位置 邪淫和正常的男女夫妻 或情侣关系是不一样的 佛教并不禁止家人婚姻 这点大家不要弄混淆 邪淫 其实也属于人内心的一种贪欲 是欲望邪恶发展的表现 人有一定的欲望是人之常情 但一定要可克制 贪心不足 蛇吞向 往往招来灾祸 在这一点上 佛教对出家僧人有严格的戒律 出家人四大皆空 空什么 地 火 水 风 通俗来说就是九色财气 若想六根清静 必得戒掉这四大恶习 尤其是我们今天提到的这个色 俗话说 色字头上一把刀 有多少人的栽秧都是因色而生 佛教经典冷言经里说 这句话 这句话尤其说的是修行之人 一个再有修行 一个再有修行再有境界的人 邪淫也碰不得 一旦动了邪念破了戒律 此前修得多高的功德 立即土崩瓦解 功败垂成 邪淫严重者 是要落入恶道 受尽苦行的 再难修此人身 闻得佛法 经曰 三界轮回 银为本 六道网还 爱为机 因为不能断邪淫 所以要不断在这六道苦海里 辗转轮回 因为始终受爱恨纠缠 所以终究难以六根清净 得以解脱 爱是束缚 让人迷失心性 自甘堕落 辱爱我心 五怜辱色 以示姻缘 精百千节 常在缠缚 众生多因为 彼此贪爱 而生姻缘 彼此相欠 甚以纠缠不休 当断其因 方能免其果 原觉经曰 一切众生 从无始来 有有种种 爱恨贪欲 故有轮回 若诸众生 一切种性 卵生 失生 胎生 化生 皆因淫欲 而正性命 当之轮回 爱为根本 一个人要想成就 如佛陀一样的 无上正等正觉 究竟离苦得乐 不再六道轮回 出离三界 就必须断掉 一切淫欲 贪爱心 举个例子 当年佛陀在出家前 已是结婚生子 但当佛陀决心出家修行 寻求解脱之路时 就毅然决然放下 能让他动妄念的一切 如他的发漆 他不再贪爱红尘中的一切 乱入心智的东西 断红尘之爱欲 也大大注意了佛陀的修行 应观法界性 一切为心造 心境方能智慧现 菩提增 而爱欲带来的 只能是无止境的烦恼和贪念 心若不清静 纵使身在极乐世界 也是烦恼重重 犹如在地狱火坑 世人都想要快乐和自在 却紧紧抓住爱欲不放 你不舍又怎能得呢 什么都想得到 最终也会什么都失去 人人都向往 阿弥陀佛的西方极乐世界 殊不知 有一个极乐世界 就在自己的心里 而且一念可达 你心不清静 一切都是枉然 邪淫太重的人 他自身的风水也会很差 风水随人心而转 念头不好 风水也会转衰 邪淫会障碍人的法身会命 使人愚痴堕落 消极腐化 使人妄念不断 颠倒妄想 使人多病短命 因得受损 使人障碍重重 衰运不断 使人财富减少 小人增多等等 总之 货福无门 为人自招 种下什么因 收获什么果 因果之报 从来不假 我们欺骗得了天地 却欺骗不了因果 在这里 希望大家能够敬畏因果 多行忏悔 心里的贪欲少一些 这样才能够为自己 多积累福德 有着好报 不然如果一味地去放纵自己 只是迎来更大的空虚 唯有心中有着佛法 认真修行 才能够获得内心的平静 与满足 通灵者连生讲的真实故事 淫荡好色之人 没有好命 看了 您定会心惊胆战 不要埋怨命不好 其实 可能我们人生 一开始命中福报是很大的 本应能得到很好的福禄的 但我们的行为 导致了我们的坎坷不如意 不要说这是迷信 人生确实有命 而这命又能因为自己的善恶而改变 事业有成 大富贵者一般都信这些 事实是 越是穷困 不聪明的人 说起这些 就是一句迷信 了事 从不用自己的脑子 真正感受一下 或者用自己的行动 去试验一下 人的感官并不可靠 有时候 我们全是被我们的五官所蒙骗了 请认真 仔细地去想一下吧 人的眼睛能看到的波长 占光家族的百分之几 人的耳朵 哪那个听到的波长 占声波家族的百分之几 人的鼻子能闻到的气味数量 占世界气味种数的百分之几 人的舌头能尝到的味道 又占味道总类的百分之几 人的皮肤能感受到的东西 只占世界万物的百分之几 难道我们五官感应不到的 看不见的 听不到的 闻不到的 尝不到的 摸不到的东西 就真的不存在了吗 下面文中的是一个叫连生的人 讲的一个小故事 连生是台湾人 可以通灵 他通的是思路神 有一回 一位吕雇中将到我处 吕雇说 连生 听说你神算第一 所以今天 我来请问你 记得早年 家父母请来一位 铁板神算的叶师傅 替我战算 说我十八岁 就拿到全国大学 连招的状元 后来入军事研究所 二十七岁取得博士学位 三年赴美 又取得另一博士学位 五十三岁时 将官达上将 吕雇接着说 这位铁板神算的叶师傅 是非同等闲的师傅 要请他批命 一定要重金 他批命也要看人 小命运的他不算 同时要排期预约 并非随到随算 叶师傅给我批的 非常的准 我真的十八岁时 全国大学连招得第一名 然而二十七岁取得博士学位 却差了一些 我二十九岁才拿到博士学位 三年赴美 取得另一博士学位是真的 五十三岁官达上将 这就差了 如今我五十六岁 仍然是中将 始终和上将擦身而过 现在我要问卢师傅 请你算算我一生的命运 又何时会当上将 我用我神算的方法 替吕顾算了算 我手掐路字守绝 再按时这守绝 最后用照晴守绝 我念 骤起翻云绕海 指向法界虚空 动触如药开锁 净触如日破红 照见阴阳交感 献出思路先翁 急急如太上老君律令 这骤念三遍 思路神如一点星光 渐渐变大 出现了 我问 吕顾一生命运 思路神的回答 与叶师傅所算无差 我又问 何以得博士 却迟了两年 思路神答 原本他可以如期 拿到博士学位 然而他却和一些年轻学子 在一次酒后 去了昌家 同学鼓舞他 他为了表示油胆 和一位青楼妓女 坚肃一消 因此 迟了两年 我问 娼妓一宿 便差两年 思路神答 莫看青楼妓女 以门百媚要挟 须知君子牺牲家 护欲一般深怕 笔字落花有瑕 我中白碧染污 破财商生物生涯 染毒离科或大 思路神再说 迟了两年 只是小罚 染了毒就死了 博士成了博土 又成了博死 我卷舌无语 我又问思路神 吕固应该在 五十三岁生志上将 又何以今年五十六岁 才是中将 而且未担任重要职务 何以故 思路神写了二字给我 此二字是 墨书 墨书是什么意思 我好奇 思路神答 人名 此人和吕固有关 自然 思路神说 吕固算是世间才是 文武皆备 少壮饭亦娼妓 亦迟两年 只是小罚 中年之后 却不知改过 竟然喜难色 墨书者 若贯才华 风资韶秀之下主者 也 吕固与墨书 共聚八年 吕固官至中将 已是侥幸 何可有上将 种植之想 他只求自己入位 竟不知 已惹下孽障 吕固将来如何 我问 抱在其子 其子如何 绝似妖王 思路神说 我听了大害 吕固走时 我给他一张纸条警语 男女居是正理 岂容颠倒阴阳 污他清白暗修创 自己声名先丧 浪费钱财无算 枪声更自堪伤 请君回首看儿郎 果报昭昭不爽 过后不久 吕固果然独子 发生车祸身亡 真的绝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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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邪淫 之所以有一个邪字 是因为他不正经 并有一种邪气 歪念在内 行邪淫之人 久而久之 也会被邪淫的邪气 歪念所同化 变成邪人 那么邪淫者的邪 主要表现在 哪些方面呢 一邪念丛生 邪淫者 长期看淫秽视频 和读物 其思想 会变得邪理邪气 一些邪淫者的脑子里 全是淫秽的念头 久而久之 人就会变得病态 容易心理扭曲 和患上一些常见的 因一吟导致的肾虚 潜烈现炎等疾病 二气质相貌 猥琐不堪 邪淫者的形象 会变得邪理邪气 邪淫者因为长期的邪淫 他们会有一张满是 邪气猥琐的脸 给人留下不好的印象 邪淫的经历 和恶果 会写在一个人的脸上 稍微会看向的人都知道 该人的命运 开始走下坡路了 人也会变得怪异与倒霉 三身体变得不对称 一些邪淫者的身体会不对称 因为长期的邪淫导致 肾经流失 邪淫者的身体骨架 会变得瘦小 有些地方会不对称 如左右脸不对称 某些部位一大一小 严重的话会 有不同程度的畸形 他们的骨架开始畸形 出现肌胸和骨骼瘦小的症状 有时候用相机自拍的时候 会看到自己的脸不对称 眼肿无神 自己看了也会不敢相信 这就是自己真实的样貌 可见邪淫对人的精神 和形体的影响是很大的 似感召不良婚姻 人际关系差 邪淫者的磁场会变得很差 磁场是一个人的风水 如果一个人的磁场不好 那抹感召的事物也是不好的 因邪淫而破坏的磁场 会让人遭遇霉运 因为邪淫 你感召的是不良的婚姻 不好的工作和人际 这都是邪淫者自己一手造成的 五阴性生命干扰 邪淫者容易被一些有邪气的阴性生命所惦记 当邪淫者审逆于邪淫时 也被吸经鬼所控制住 成为了一具空壳 六或是不断 灾难连连 邪淫是一众极其削减福报的陋习 当一个人因邪淫 而被大大削减福报的时候 就会出现很多倒霉与灾难 这是因为善神离去 冤亲债主找上门的一种表现 福报漏光的邪淫者 就像身处于满是野兽的大草原的兔子 稍有不慎 就可能被邪淫恶果这个野兽所吞噬 其容易走上犯罪道路 淫是万恶之首 邪淫者容易养成其他恶习 失去辨别是非的能力 因此 邪淫者容易迷失自我 行为思想变得病态 甚至走向犯罪的道路 很多少年犯因受到邪淫思想 和其他不良享乐思想的影响 他们往往会不顾后果 去行恶事 为了获取邪淫和享乐的资本 而走向灭亡之路 这是十分可悲的 八情绪低落 心理障碍 邪淫之后便是长久的空虚与痛苦 人会变得消极低落 这会影响人的工作和家庭 邪淫是徒增烦恼与痛苦的毒药 有可能会因此痛苦缠身 最后陷入更加痛悲惨的境地 这是得不偿失的 邪淫会把一个正常人变成邪人 不管是从思想还是行为上 都会沾染上邪淫的邪气 这是十分恐怖的 因此 远离邪淫是每个邪淫者当务之急的事 千万别等到真的变成了妖魔鬼怪后才醒悟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 记得点击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